这个九宫格的意思就是让你对好位置 所以你连写一个笔画都看看位置在哪里 这样就不会把字写太大或写太小 因为它是弯刀钩而且它很点 所以你在写这个心的时候 你把重心稍微往下移动一下 所以我现在重心比我们的九宫格饭铁稍微下来 所以我是直线有没有发现 我的重心是直的 所以你也不要向左弯很多 也不要向内弯也不要外伏都不用 你的点就是切直线的点 听懂意思吗 你要比它高也可以不比它高也没关系 提贴 它只有这个点这个点这个弯弯的这个点 就这一块三角形贴地面跟它切地面上 好一样是步步高 好往下提贴 好那有时候你是怕麻烦对不对 怕麻烦就不会有漂亮的线材出现 所以点带勾一定要把点线做好 然后顺势把手剔开 它就会有一个漂亮的勾 好这个内超不好写的 那因为它的头很长 所以呢我建议你把第一笔往下移动 往下移动到哪里就差不多在这里 然后上半截留给那个中间那个 他这一段有点像方形一样 这个你就写长一点 过了这边以后向左 马上向左 所以这一段是在上半截 好 这个镜就没关系了 好像以前又写过镜 好像有写过一次 这个日请你写方带一点扁都好 不要写太长 停 贴 好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